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成为局势关注的科技公司,美国有线电视、新闻网CNN日前进入台积电厂内采访。 CNN的报道,以全世界最机密科技公司内部,罕见曝光台湾晶片制造成功的背后秘密武器为题,指出台积电为了因应海外扩展需求,改变起人才训练方式,但同时面临两大挑战,人才短缺和东西文化差异。 谈到台湾的人才,刘德因表示,从外面来看,显然是奇迹。处处都要利用他们的常才,而不是复制别人的常才。 他说,这是其试图找出的方程式。 CNN报道说,以往采取学长学弟制训练新进人员的台积电,在三年前于台中成立了新人训练中心,如今成为其布局全球的关键。 现在所有新进工程师都必须在台积电新人训练中心授训八周。 关于台积电正在美国、日本与德国建设新厂,何力梅说,在每座新建晶圆厂的营运初期,他们必须从台湾带来特定比率人力。 在上线多年后,他们希望逐步减少外派人数,增加当地人力。 何力梅也说,缺少人才是台积电所面临的其中一项主要挑战。 当台积电在全球扩展时,也正学习如何在世界各地用不同且有效率的方式管理团队,他们必须依当地的方式做出调整。 与此同时,业界传出,台积电预计4月启动弊性性调新,平均调幅大缩水,仅约2%至4%,不如去年的3%至5%与前年的8%以上。 且今年多数员工调幅仅符合最低标2%为实际调新幅度,仍按照个人考纪而定,且本次依旧没有结构性调新方案。 台积电并未正面回应相关传闻,今表示,员工的薪酬包含按月发给的薪资,按计结算经营绩效发给的业绩奖金,以及公司根据年度获利状况所发放分红。 台积电指出,每级业绩奖金及年度分红是为回馈同仁,奖励其贡献,并激励同仁继续努力,让员工利益连结股东利益,以创造公司、股东与员工的三营。 每位员工获派的金额依职务贡献,绩效表现而定。 台积电营运动向深受业界关注,员工薪资福利同样受瞩目。 一届传出,四月生效的最新年度调薪方案,调幅约落在2%至4%,且大部分员工可能仅调薪2%。 另外,全体员工一体适用的结构性调薪方案,则传出今年仍然没有结构性调薪。 外界推测尚无结构性调薪的可能性,在于台积电为依应未来景气挑战变化,因此倾向于保留更多营运资金在手。 据了解,台积电每年都会在4月调薪,且每年调薪都会是未来营运展望而定。 例如,先前晶圆代工产能严重吃紧。 2021年,就曾传出结构性调薪20%,并在2022年传出为依应通膨,年度调薪幅度高达8%以上,为去年回归调薪3%至5%的正常水准,显示台积电调薪状况会是景气变化而定。 根据台积电最新公布的去年财报,去年平均员工薪资为273.7万元新台币,跌破300万元大关,低于2022年的317.5万元,但仍比2021年的246.3万元高。 业界分析,台积电员工薪资成长高低与否,主要来自公司获利分红,薪水仅是基本盘,因此,公司获利配发的员工分红,才是台积员工期待的重点。 台积电2023年度分红总计约101亿8106万元,对比2022年度员工分红,总计约1214亿400万元,少了至少200亿元。 不过,台积电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工智慧,AI晶片的需求,市场对辉达H100这样的数据中心,GPU的需求大幅度提高,为此不断针对性的兴建新设施,以满足客户的订单需求。 目前,台积电似乎专注于CoOS东装领域,商讨新的扩建计划。 据相关媒体报道,台积电正在与当地主管部门谈判,打算新建先进封装厂,投资的金额大概为160亿美元,预计会在4月发表声明。 据了解,台积电原计划新建4座先进封装厂,但是现在很可能已改成了6座。 有业内人士表示,台积电最快会在4月开工,首批两座先进封装厂将在今年年底前全面投入营运。 最近台积电还在进行大规模的招聘活动,目标是约6000名新员工,重点是吸引对半导体有高度热情的人才。 据了解,这部分新员工大多数会前往新建或扩建中的工厂,以满足产能扩张的用人需求。 此前有报道称,台积电计划今年月度COLS产能目标为每月35000片晶圆,2025年底再提高至每月44000片。 不过,按照现在的新计划,随着更多的先进封装厂启动,可能2024年底就会达到每月44000片这一数字。 台积电全力以赴应对COLS封装产能的高需求,说明非常看好包括人工智慧和高效能运算在内的强劲晶片需求。 目前,汇达已经发表了西一代,Blackwell架构,GPU,显然台积电将为接下来的B200和GB200的量产做好准备。 然而,台湾经济部拍板4月1日起调涨电价,用电大户半导体厂商影响程度不一。 以成熟制成为主的晶圆代工厂商联电指出,密切注意电价调整对毛利率、电费支出影响,因长期做区域布局,平均电价涨幅低于台湾电价涨幅,但会微浮影响利润。 相关影响将在评估后说明,估计影响程度在可控制的范围,未来持续通过节能方案,精进水电资源效益。 立基电预估,电费调涨将增加电费支出约15%,影响毛利率或营运支出成本大约1.5%。 世界先进董事长方略表示,内部估算若电价涨幅15%,以今年影响三个季度,增加电费支出约10%至12%,对毛利率影响数约减少0.5%到1%, 但对明年影响应会超过一个百分点。 台积电三月下旬则回应表示,尊重相关政策决定,台积电将积极落实节能减碳,公司长期毛利率维持目标不变。 由于此次针对用电大户涨幅比其他企业大,涨幅在15%到25%不等,因台积电一年用电量高达200亿度,将适用最高条辅25%。 法人认为,对台积电全年毛利率及获利稀释将有一定程度冲击,并预估电价调涨,可能让台积电每股少赚0.41到0.68元新台币左右。 不过,多数半导体用电大户这几年积极提高绿电比重,半导体业多积极朝绿色制程及相关节能减碳措施,降低能源消耗,对这次电价调涨,各家影响程度不一。 台积电作为台湾用电量最大的半导体厂,长期以来积极落实节能减碳相关作为,定定全球营运100%使用再生能源的长期目标。 针对本资电价调整,尊重相关政策决定,公司长期财务目标维持不变,未来也将持续推动节能措施。 台积电稍早在法说会提出,未来5到10年,毛利率维持在53%的目标不变,因为这波电价调涨,台积电会设法从各面向节能减碳,以维持财务目标不变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